兩位發言人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傅崑崎總召要到中國去 那他可能會踩到的法律界限 除了昨天陸委會特別說明說他去簽署任何的協議 是無效之外 其實還會有法律上的責任 第一個部分是反滲透法的規定 在反滲透法第五條 任何人不能受這個滲透來源的指示委託或支柱 進行遊說法的遊說行為 那包括遊說行為包括什麼呢 立法院的立法 不管是國安無法 或者是反滲透法等等 如果接受到中國的指示 而來台灣進行修法的行為 依照反滲透法的規定 在第五條第三項 違反者 可以處三年以下遊期徒刑 所以如果傅崑崎到中國去 接受到中國的指示委託或支柱 回台灣進行有關國安法規的修法 這個部分也採到現行反滲透法的規定 在第五條的規定是可以處三年以下遊期徒刑 另外一個部分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傅崑崎到中國去他是不可以去簽署任何的協議 因為在現行的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第五條之一 明白規定對於各級公職人員到中國去 沒有經過入委會的授權 去簽署任何形式 的協議 他依法 照79條之三的民文規定是說情節嚴重 可以處五年以下遊期徒刑 而且他的協議範圍在第五條之一 還包括了對於跟中國 中國的人民法人團體機構進行任何公權力或政治上的議題的協議都不行 依法如果未經授權而去採取 不論是簽署協議或者是觸及到公權力或政治議題的處理 這部分的協議都會採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這個民文規定 在79條之三他是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我在這邊也再次善意的提醒 傅昆琦總召在過去台灣的刑事紀錄上面是屬於有前科的 如果去踩到法律的界限 在量刑上是會影響到他的法院的判斷 所以這次去中國的這個參訪 雖然大家認為說花蓮他是花蓮在地立委 他現在花蓮還是在重建救災的過程當中 他還執意要去 那只要去社會就在問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如果到那邊去有一些法律界限是不能踩的 包括剛才特別講的反滲透法 他不能到那邊接受中國的指示或委託 回台灣進行國安法規的修正 乃至於反滲透法的修正 依法他如果做了這些行為 可能就是三年下有期徒刑 同時如果他到中國去 跟中國的人民團體機構任何人 去簽署任何的協議或觸及國家公權力 跟政治上議題 依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都是有刑事責任的 那在這邊也善意的提醒傅昆錡先生 不要踩到法律的紅線 我們看到國民黨趕在520之前 這一個非常敏感的時刻 也就是向國際社會透露出台灣內部的立場的時刻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紛紛前往對岸 要來跟中國進行互動 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狀況 我們也看到他們持續的在踩在這條紅線上面 我們在在看到包含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國民黨的前副主席郝龍斌 以及副主席夏立妍 甚至還有前黨主席洪秀柱 都陸陸續續在前往中國的路上 那我們在在看到他們這樣的互動 其實是給國際社會帶來一個非常錯誤的訊息 我想在520的前夕 用這樣子的這樣的一個政黨交流的狀況 到底國民黨急著要去中國做什麼 談了哪些事情 而每每談回來之後在立法院裡面做出的那一些阻擋法案的行為 到底是不是跟中國上下交相賊 我想這個國民黨必須有義務要出面要說清楚 那甚至我們看到現在正在立法院的會期 而我們看到國民黨的總召富昆奇有拋下花蓮的這些災民 真的是非常的不尋常 我們看到他連續要去三天從今天開始到禮拜天 抛下花蓮正在災後重建的狀況 枉費選民對他的托付 那甚至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真的是大小餘政不斷喔 我們很難想像未來喔如果在這三天裡面如果花蓮又發生什麼事情 傅崑奇該如何是好對他來說中國難道比花蓮的選民更加的重要嗎 我想傅崑奇他必須要出面說清楚為什麼選在此時此刻 不但是在會期期間而且是在花蓮急需重建的這個過程中 非要去中國不可 我們在在看到國民黨在立法院裡面跟中國好像有一個隱形的縣的一個互動 我們在在看到包含馬英九去完了馬錫會之後馬錫二會 我們看到國民黨在立法院裡面阻擋法案的次數一次比一次還要多 我想最近最荒謬的事情就是立委沈柏陽他提出了一個修訂這個兩岸關係人民條例的一個修訂的法案 國民黨團直接利用人數的優勢 在這個程序委員會直接封殺了這個法案 簡直是前所未見 我想在民進黨過去在國會裡面 在優數人士的狀況下面過去八年從來沒有封殺過任何一個委員的提案 因為程序委員會他只是一個排案的一個過程 那更重要的是要讓法案進入院會一讀 並且進入委員會實質討論 但是國民黨利用這個優勢的人數去封殺這樣的法案 等於是讓這個法案直接胎死腹中 連進到立法院一讀都沒有辦法 直接就是實質的封殺了這樣的法案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民主倒退 因為每一個法案背後帶來的民意都必須有必要的 去讓全台灣的人來審視 在立法院可以獲得討論 但是國民黨用這種粗暴的手法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令人罰指的方式 直接封殺這個法案 不禁讓大家覺得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法案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人民關係條例 我們這次的修正法案的重點 我要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主要是把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納入這個法案裡面 然後可以來加強的來管理這些人 去到中國交流的一些項目 那我想有幾個身份是這個沈不陽委員認為 一定要加強來去做管控的 那包含上這個立法委員 直轄市以及縣市議員等具有民意代表的人 一定要納入這個附中地區相關的 一定要有主管機關的許可 那以及這個研究學院的業務有涉及國家安全 或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的人員 他也必須被管控 那再來還有這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任務 有這個決策權關鍵執行地位 或是負責資訊系統設計或管理相關重要的營運人員 也都要列入這樣子的一個管理 那甚至是在這個曾經參與過立法院秘密會議的人 也都應該要納入國安管制人員的這個 人員之一喔所以這幾個修訂的重點 在在就是希望在台灣跟中國這個特殊的關係之下 我們的國家可以更加的安全 資訊不會受到這樣的一個 不當的揭露喔 所以我們在在看到這種特殊性的條文 國民黨連審都不敢審 直接在程序委員會黨下 他們到底是不是要跟中國聯手起來打擊台灣的國安 我想這個民眾應該心知肚明也都有所評判喔 我想這一次傅昆琦附中到底是為了什麼樣的黑箱交易 為什麼要在這個嚴重 非常重要的時刻 一定要前往中國 去做這樣的交流 那到底回來之後又會帶回中國什麼樣的指示 讓他在立法院持續的來影響台灣相關的這個安全的法案 我想這個在附中之前喔 這個傅昆琦應該要站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不要都藏著業者不讓大家知道